幫我Catherine問2318 我想問一下走勢上網有什麼位置 其實平保的走勢好很多 因為特別年初至今回來 其實內險板塊都有不同 累積了一定的升幅 最主要是大家對本業的看法是有些改善 因為去年最擔心的就是整個板塊 無論保費表現又弱 按鈴又下跌 新業務價值又弱 連接到年中打後 特別年尾的時間 有些內險更加害怕內房債務 平保也是 有個憂慮在這裡更加跌得深 但是幾個因素去到今年回來 都有不同的改變 一來保費表現 其實見到近期幾間 檢期公佈的一月份保費表現 大部分按鈴都有一個升幅 雖然有部分不是升得很多 平保可能按鈴升1%多些 但起碼都慢慢是叫回暖 對今年全年有很多行的預期 保費表現能夠回復正增長 其實是有這個比較大的機會 而連帶到新業務價值 經歷了過去去年的按鈴變幅之後 今年也有機會是有個升幅 或是期分定的情況 所以一旦本業能夠有個回環改善 自然可以直接對估值有個少少上調的空間 而連帶到剛才提到內房的問題 雖然現在還是那一句未解決 但是你看到近期一些政策 其實都是開始鬆一點 甚至令大家對即時發布的憂慮少很多 所以對內險 我想都算是一個利好的支持 所以你看到其實連初至今 譬如蘋果的股價都是比較強 由可能50多元 現在也有66、67這些位置 之前最高差不多70元 所以我想如果有貨可以拿著它 但是當然上面比較關鍵 就是陰明天線 現在剛剛因為陰明天線 大概就70元邊附近 如果真的要升穿到這些位置 我覺得才會再有個突破 但是很好就是下面 你看到10天、20天、50、18 都是比較順序排 現在還是守著20天線 只要20天線、64.4這些位置 明顯短期失守的話 我想整個上升格局就沒那麼快改變了